詞曲 李宗盛 洪仲秋被淋略致死這個案子 今天軍檢起訴民進黨的一些看法 我們和大家都非常的關心這個案子 那今天軍方也正式宣布起訴了 一共起訴了18人 不知動機是什麼 一共有18名的軍事官遭到起訴 但是居然沒有告訴我們犯案的動機是什麼 那沒有犯案的動機 當然就沒有事實的真相 那沒有事實的真相 如何向人民交代 剛剛幾位軍事檢察官的相關說明 甚至於提到有很多人 都很多的涉案人 很多這次被起訴的人 對洪仲秋都有不滿 因為洪仲秋做了哪些哪些事情 好像過失過錯 是在洪仲秋身上一樣 或者是因為洪仲秋他個性 他不願意同有何無 他是一個正直的人 所以就得罪了很多軍方他的長官 大家聯手來修理他 這個部分完全沒有交代 甚至於對於大家非常重視的監視器的畫面 為什麼消失了 為什麼就是最關鍵的時刻 那一段監視器的畫面是一片的黑暗 也沒有任何的交代 那麼我們可以說 從軍事檢察官的偵辦來看 這個案子越描越黑 他不僅我們的疑點沒有給我們答案 反而產生更多的疑惑 軍方失去了一次非常重要的 可以挽回軍隊的榮譽 人民的信任的一個機會 包括說整個急救的過程 在起訴的內容說 急救過程有沒有疏失 那還必須要再交軍醫單位來做判斷 所以整個案子到今天不會結束 所以揚言管定了這個案子的馬英九總統 你也是學法律的 請問馬總統 這個案子辦成這個樣子 你滿意嗎 你所謂的管定了 來看看軍檢單位的起訴內容 馬總統 你管的是這個樣子嗎 這樣子的起訴內容 你接受嗎 我想民進黨在這裡 要對這個案子再次提出我們的關切 我們對於今天的相關起訴內容 我們留有更多的疑點 我們希望在未來的審判過程 能夠就這些不清楚的地方 趕快查明 在往後的審判的時候 就人民所質疑的 我們需要的動機真相 我們的疑點請給我們答案 謝謝大家 我們再見 useful 我們不要再講 我們對於法анс confusing 才能問我們 在此 應該算過 達甚至